農糧署間宣布擴大香蕉 香蕉外銷到這個日本 慈程縣的通路範圍 不過近期國內的香蕉價格下跌 像是今天的收購價 以品質每公斤是落在四到八塊之間 有膠農則是建議政府能夠除了 去化收購 也可以在這外銷上面 在空路合作促銷 香蕉 色澤飽滿的香蕉擺滿桌 臺灣四年前跟日本 次程縣立堅市簽訂強化飲食 及文化交流發展合作備忘錄 當年有一萬名日本學童 營養午餐中能吃到臺灣香蕉 之後採購量年年增加 農糧署17號上午在屏東舉辦記者會 宣布外銷範圍再擴大 三十九所學校有兩萬五千名學生 那除了這個兩萬五千名師生之外 在附近的這些超市 我們也會同步把臺灣的香蕉 十一月消日的是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的東焦 其實今年香蕉因夏秋季盛產 加上八月時雨時晴 導致刺激品變多 國內價格下跌 儘管農糧署九月啟動 去化收購也努力外銷 十七號收購價一品質 每公斤落在四到八塊之間 依舊不高 江龍表示產量過剩是因去年夏天收購價 加在十五到三十元間 吸引農民大量種植 江龍坦炎這是長期問題 生產者難免受價格影響 政府勸不勸農民減產很難取得平衡點 預計等年底生長較慢的東焦產期 價格就會回升 只盼政府這期間能多與賣場等通路合作促銷 香蕉將香蕉價格拉上來 記者 陳華宇 許正俊 陳顯坤 屏東高雄報導 周anging小道 阿翔 阿翔